春兰究竟喜欢什么样的环境 生在南方的春兰能不能养在北方的家里呢 怎样才能在家就把春兰养好呢 敬请关注本期农广天地 传播农业科技经营知识 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 你好观众朋友 很高兴和您相约在农广天地 兰花的品种有很多 春兰有着淡雅的色彩和令人沉醉的一种幽香 因为它每年春季开花 所以被称为春兰 现在家里养兰的朋友有很多 其实呢 在家中养春兰并不是什么难事 只要将您的养兰场所调整为 春兰适应的环境 那么不管是在南方还是在北方的家庭中 都可以在陪春兰 可是这春兰到底喜欢什么样的环境呢 春兰原生种生长在海拔300至2200米的山林草坡和林荫下 因此形成了爱阴凉 好湿润 喜通风 怕污染的生长习性 光照对于春兰的影响比较大 春兰最怕强光直射 喜欢散射光充足的环境 最适合的光照强度在4000至6000勒克斯之间 对于叶色来说 如果光照过强 叶片会发黄 如果光照太弱 叶片颜色则为深绿 并且缺少光泽 光照强弱对叶芽和花芽的数量也有直接影响 光照过弱 兰花长出的叶芽多而花芽少 且长势不良 因此从花芽形成之前一段时间开始 要适当增加光照 可以促进花芽分化 达到多开花的目的 春兰生长最适合温度在18至28摄氏度之间 最高不要超过35摄氏度 最低不要低于零下4摄氏度 春兰冬季温度不能太高 需要一段低温春化期 也就是用低温来刺激春兰开花 温度要保证在0至10摄氏度之间 时间大概3到5周 春兰要求空气相对湿度保持在50%到85%之间 生长期空气相对湿度最好保持在75%至85%之间 冬季天气干燥时也要保持在50%左右 因为春兰的根为肉之根 并且原生于疏松排水良好的土壤中 因此春兰怕积水 过多浇水 积至长期潮湿 就容易烂根 给兰花浇水 要掌握润而不湿 干而不燥的原则 一株春兰每年都会从根部发出 一到两个叶芽和一个花芽 花芽在每年的8月份发出 可以逐渐发育成花亭 开出花朵 叶芽会不定期的发出 一年左右就会发育成另外的兰株 春兰的这种生长习性 使得它可以采用分株的繁殖方式 现在我们基本了解了春兰 下面就来看看怎么养 邓克云是贵州省前西南州的一位 兰花爱好者 他赏兰 看兰 养兰 已经成为了他生活中 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而最近他更是迷上了春兰 他决定利用自己家的阳台 养上一些春兰 他是怎么养的呢 选择一个适合的养兰场所 就是邓克云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对于家庭来说 最适合的也最为方便的养兰场所 就是阳台 而就朝向来说 最适合的意思为南向 东南向 东向 而西向和北向阳台相对来说 不太适合养兰 为什么说南向阳台最适合养兰呢 冬季 太阳从东南方升起 可以使整个南向阳台充满温暖的阳光 到了夏季 中午时分 阳光直射 南向阳台的面积逐渐缩小 而秋季 花雅风华时 摄入阳台的阳光又会逐渐增多 邓科云家的阳台虽然是南向的 但是这其实是一个利用露台搭建的阳光房 春兰是喜欢阴壁的环境和散射光充足的地方 要想在这里仰蓝 就要解决顶部阳光直射的问题 邓科云的办法是在顶部 假设遮阴网 但是他却没有选择常见的黑色遮阴网 而是选择这种遮阴度在85%的白色遮阴网 其实两种遮阴网的效果差不多 但是黑色遮阴网 以吸热容易引起温度上升 因此对于没有过多降温设施的家庭来说 这种白色遮阴网更实用一些 养蓝场所解决了 那么如何才能挑到好的春蓝呢 在养蓝前 邓科云也做了许多功课 咨询了大量的专家 现在对于挑选出一株好的春蓝 它是胸有成竹 选春蓝有这么几个诀窍 第一是看整体 好的春蓝蓝珠要比较高大 成熟的植株高度 要在18至20厘米以上 第二是看叶色 春蓝叶片颜色要翠绿 有光泽 叶片表面要没有并斑 第三是看新发的小苗 如果小苗的长势好 叶片宽度 宽于老苗 就说明整盆都是健康的蓝珠 第四是看根 如果有条件的话 可以将蓝珠从盆中取出 观察根的状况 健康的蓝珠 根粗状 根间白色 并且很少有断根 烂根的现象 符合上述几个特点的春蓝 就是比较好的蓝珠了 春蓝买来后 摆放在哪里呢 如果直接摆放在地上的话 接受的光照强度相对较弱 并且蓝盆直接接触地面 通风透气性也差 因此 这就需要蓝珠了 邓克云选择的这种 是阶梯式蓝珠 这种蓝珠 对于家庭养蓝来说 有点不少 第一是日常浇水 施肥等管理 比较方便 第二又能使每一盆蓝花 都能接受到相对充足的光照 有了蓝花 就要有蓝盆 选择一个既美观 又实用的蓝盆 对于在家庭养蓝来说 是必不可少的 市场上的蓝盆 大致可以分为 陶瓷盆 塑料盆 陶盆 紫砂盆等几种 春蓝的根 对透气性要求比较高 因此 从纯粹养蓝效果来说 紫砂盆 陶盆 和带孔的塑料盆 较为理想 但养蓝的目的是为了赏蓝 因此 美观也是选择蓝盆 要考虑的一个因素 古朴雅致的紫砂盆 陶瓷盆 就成为首选 但如果从经济方面考虑 塑料盆价格最为低点 因此 蓝友在养蓝时 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选择 邓口云选择的是紫砂盆 和带孔的塑料盆 塑料盆买回后 可以直接使用 但是紫砂盆 要在水中浸泡两到三天时间 紫砂盆充分吸水后 再栽制兰花 可以起到保水保湿的效果 买回来的兰花 要更换新的机制 机制一般来说 可以分成两大类 第一类是石料类 也称为硬料 像珍珠盐 织金石 火烧土等 第二种是植物类机制 也称为软料 像花生壳 松鼠皮 黎鼠叶等 不同的机制 各有优缺点 石料类机制 结构紧密 快大 坚硬 颗粒间 容易形成许多空隙 因此透气性好 但是吸水 保水能力差 保飞能力也差 而像里鼠叶 松鼠皮等 植物类机制 吸水 保水能力强 但是透气性较差 因此 在石脊养栏中 可以将这两种机制 混合使用 一般来说 硬料要占到40%左右 软料要占到60%左右 至于具体配方的组成和比例 并没有千篇一律的模式 初学养春兰的朋友们 可以去专业的商店购买配比好的机制 有经验的男友 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 自行进行配置 一切准备就绪 接下来 就可以将买回来的春兰 栽植进新盆 上盆了 花盆无非就是个载体 无论是紫砂的 还是塑料的 上盆的方法 都是一样的 工厂化栽培春兰的时候 上盆前 要在盆底部加入输水罩 以保证盆底输松透气 在家庭里养篮 就不用投入这么大的成本了 一种很常见的白色垃圾 就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在家庭养篮中 可以给它找个替代品 这种塑料泡沫是个不错的选择 把它们掰成小块 放到盆底 同样可以起到相同的作用 大概要放到整个盆的三分之一的位置 然后将拦珠从营养杯中取出 如果圆盆中的机制还比较新 可以将整珠连带机制一块放入盆中 这样不容易伤根 然后再将自己配置好的机制填入 当机制填满后 还要在机制上覆盖一层水苔 放水苔的目的 一是美观 第二水苔也具有保水保湿的效果 这样一盆春兰就算栽好了 如果圆盆中的机制使用的久了 那就要全部更换新的机制 将根周边的机制抖露干净 同时要进行修根 将断根腐烂根减掉 然后再进行栽植 方法就和上面一样了 所有春兰栽植好 还要浇一次定根水 浇定根水的目的 是让根系与机制紧密结合 同时也能够提高兰株 移栽后的成活率 定根水一定要淋透 浇好定根水 还要对春兰进行一次整体消毒 可以使用80%的多菌磷 可施性粉剂2000倍液 从叶片顶部磷下 将兰株 机制 兰盆 通体进行一次消毒 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除了对兰盆和机制进行消毒外 更重要的是 移栽过程会对根或叶片 有一定的伤害 有伤口的地方 病菌容易入侵 消毒可以预防兰花 根腐病 软腐病 碳居病等 摆上兰架的春兰 叶子妖娆 五眉动人 但要想在家庭中欣赏到 富裕芬芳的春兰花朵 还需要假以时日 细心管理 夏季是春兰的生长期 而这个时期 我国大部分地区 气温都比较高 因此兰兰者必须谨慎 做好日常管理工作 在强光照的夏季 植株正处在斩叶期 若不采取错失遮阴 则会灼伤蓝叶 降低观赏价值 春兰最适合的光照强度 在四千至六千勒克斯之间 因此就要把光照强度 控制在这个范围内 邓克云防光照的第一道屏障 就是顶部的遮阴网 顶部屏障有了 阳台侧面怎么办 邓克云在阳台边上 摆上了一些喜欢光照的绿植 这样就会形成一道 生机盎然的绿色屏障 阳光透过绿植 即降低了光照强度 也会形成散射光 照向兰花 有了这两道屏障 就能解决夏季光照强的难题 高温闷热是养蓝的大地 因此降温也是这个时期 主要的管理措施 春兰最适合生长的温度 在18到28摄氏度之间 家庭养蓝 最为简单方便的降温方法 有两种 第一种是通风降温 当温度超过28摄氏度时 要打开窗户 进行通风降温 如果还达不到标准 就要采取第二种办法 撒水降温 可以向地面 遮阳网等地方撒水 来降低温度 阳台阳蓝 因为环境封闭 最大的一个缺点就是 空气相对湿度比较低 尤其是夏季 在飞雨天的时候 气温高 天气晴朗 水分蒸发快 空气相对湿度偏低 家庭养蓝 不像工厂化大规模养蓝那样 可以使用水帘 来增加空气相对湿度 那有什么好的办法呢 邓科云在蓝家的旁边 养上了几盆马蹄精 他说 这就是他解决 空气相对湿度低的办法 马蹄精是水生植物 盆中的水分蒸发时 就会增加空气相对湿度 同时水分蒸发时 会带走空气中的热量 也能起到一个降温的作用 在兰花界流传了这么一句话 养蓝一点通 浇水三年工 这句话也道出了 浇水的重要性和难度 首先要确定水的来源 家庭养蓝 最方便最实用的 就是自来水了 只不过城市中 自来水通常用漂白粉来消毒 因此在浇水前 自来水要在水箱中 放上一到两天 待氯气挥发后 才可以使用 那么多长时间浇一次水呢 给春蓝浇水要掌握一个 不干不浇 浇责浇透的原则 在夏季 我们每天要观察 蓝盆中表面的水苔和机制 如果水苔和机制都比较干燥时 就说明要浇水了 这个浇水时间也大有说法 因为给春蓝浇水水温与机制的温度相似最好 温差过大 会影响生长 为了确保水温与蓝盆的机制温度相似 我们一般是调整浇水时间 夏季浇水时间 一般在早晨的九点之前 或者下午的十六点以后 浇水的时候 要沿着蓝珠四周 将水浇在盆内 一定要淋透 当盆底部有源源不断的水流出时 才表明水浇好了 家庭养护春蓝 在夏季 最容易遇到的问题就是叶片胶尖 胶尖就是指叶片的尖部变成黄色或者黑褐色 或者出现圆形的斑点 引起胶尖的原因有很多种 比如说自然环境 管理不当 病害等原因 都可能引起春蓝胶尖 那么发现春蓝有胶尖的情况了 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无论是哪种情况引起的胶尖 首先第一步 就是剪除病液 蓝珠一旦发生胶尖 不可能恢复到从前的状态 继续留着容易造成感染 修剪时 剪刀要经过消毒 剪口要在距离发病部位 一厘米左右的位置 为了达到美观的效果 可以将剪口修剪成尖形 这样就和自然的叶子相似了 不过 这防止胶尖可不是一剪了之 下面就要对症下药了 如果是第一种情况 是由自然环境因素引起的 那就要增加空气相对湿度 或者降低光照强度 使它们达到标准范围 如果是第二种情况 是管理不当引起的 就要改变胶水或者施肥的方式 并且检查根系 看看有没有烂根的情况 如果有 要及时进行处理 生理性胶尖只要找出原因 对症管理 一片受危害的情况 是可以得到控制的 如果是第三种 由病害引起的 为了防止其他蓝毒感染 在修剪病液后 要采取药物防治的办法 碳菊病 可以使用25%的密线暗猛盐 可施性粉剂 2000倍液防治 鹤斑病 可以使用80%的戴森猛心 可施性粉剂 800倍液防治 液枯病 可以使用25% 密线暗乳油 1000倍液防治 每种药都是间隔7至10天 使用一次 连用2到3次就可以了 夏季是春兰的生长期 因此要适当地给春兰补充些营养 春兰虚肥有两个特点 一是续肥量比较小 二是春兰的根 对肥料敏感 肥料浓度要比较低 要掌握薄肥禽湿 宁淡物浓的原则 可以使用20比20比20的 氮磷钾复合肥水溶液 2000至3000倍液 一般的花店都会有寿 每半个月给蓝猪喷洒一次 秋季我国南方大部分地区仍然十分炎热 因此降温仍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 采用的办法和夏季时差不多 当温度高于30摄氏度时 可以向地面洒水 然后开窗通风 降低室内温度 正常年份 秋季降水明显减少 空气相对湿度随之降低 天气干燥 因此秋季养蓝的首要问题 是提高空气相对湿度 除了栽培水生植物之外 还要在天气干燥时 向蓝猪喷水 以提高空气相对湿度 秋季浇水的方式与夏季是一样的 秋季八月份 对于春蓝来说 有一项非常重要的措施要做 因为每年秋季的九月份 正是春蓝花芽形成的时候 所以从八月份开始 主要工作就是 醋花芽 首先可以适当地增加光照强度 光照强度保持在六千勒克斯左右 邓科云会在这个阶段 将阳台边的绿枝移走 来增加光照强度 第二种方法 就是通过施肥的方法来醋花芽 从八月份开始 要改施浓度为百分之零点二的零酸二氢钾水溶液 因为磷和钾对于花芽的形成具有促进作用 每十天喷洒一次 共喷洒三次 八月末 九月初 花芽就会慢慢的破土而出了 花芽长到二至三厘米左右 就会停止生长 要想开出绚丽的花朵 还需要经过一个漫长的冬季 冬季春兰进入休眠期 此时有一项重要的工作 也是决定春兰能否开出花朵的关键 那就是春化 春化是指兰花 必须经历一段时间的持续低温 才能由营养生长阶段 转入生殖生长阶段的现象 春兰春化需要三到五周的时间 这个时间段 气温要保持在零至十摄氏度之间 也就是白天最高温度不要超过十摄氏度 夜间最低温度不低于零摄氏度 一般来说 在南方除了广东 海南 广西 云南等少数地区 大部分冬季都能达到这个温度 而北方 如果阳台中有暖气的话 就要将蓝珠搬到气温能达到春化标准的地方 在冬季休眠期除了春化管理外 其他管理相对较简单 空气相对湿度保持在50%以上就可以 冬季要尽量减少浇水次数 即使干燥一点也没关系 浇水的方法要有所变化 可以使用喷雾器将表面水台喷湿 保持水台的湿润就可以 冬季就不需要湿肥了 春季二月份 温度逐渐升高 当温度达到18摄氏度以上时 春兰花芽会逐渐发育成花亭 每年的二至三月份就是春兰的花芽 花芽的管理相对较少 按时给春兰浇水就可以了 浇水的方式与冬季是一样的 只是为了使水温与极致温度相接近 可以将浇水时间调整到中午 浇水时还要注意不要浇到花朵 家中栽植春兰 不仅点缀了我们的生活环境 也陶冶了我们的心情 看着一盆盆俏丽的兰花 妩媚清雅 不用乏力的色彩装饰 依然有着高洁而独特的魅力 您是不是也忍不住 也想养生几盆呢 如果对这方面感兴趣 真的可以尝试一下 好了观众朋友 本期龙皇天帝就是以上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关注 如果您想查询栏目的更多内容或信息 可以登陆中国网络电视台 下期节目我们再会